朋友们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小炒鸡胸肉 这样炒出的鸡肉又嫩又滑 首先把鸡胸肉斜着分割成几大片 然后再切成薄片 给它清洗一下 洗好了之后要把水分充分的挤干 放到容器中加入盐 胡椒粉 用这个葱姜水来代替料酒 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再用干净的手抓拌均匀 第一次加了水 吸收了之后我们再次加水 鸡胸肉的水分一定要加足 一斤肉可以加入三两水 快速的抓拌 抓拌出鸡肉出姜 这样肉片就有的粘性 现在我们再加入淀粉给它拌匀 鸡肉猪肉鱼肉腌制上姜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盐 葱姜水 淀粉就够了 蛋清也可以放 不放的话问题也不大 最后再淋入少许的食用油 这样这个鸡肉就浆好了 配菜准备了莴笋 给它斜着切成块 然后再像这样斜刀给它切成菱形片 大蒜山姜切成片 小葱的葱白部分切成段 红辣椒切成块 再准备一个香菇给它切成片 食材都准备好了 下面先把鸡肉炒熟 想要炒肉不粘锅 首先不要提前烧得很热很热 烧到锅冒烟 这个时候再倒油 把锅润一下 然后把热油倒出来 重新加入凉油 或者是没有这个油盆 我们就不用把油倒出来了 直接关火 让油温度自己降下来 然后再炒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制锅 现在这个锅呢 来炒来煎 它都不会粘 鸡肉下锅了之后 用中火给它炒散 炒了鸡肉全部变色 就可以盛出来了 盛出来之后呢 再把多余的油过滤回锅中 接着下入小料 姜蒜辣椒片土香 再下入莴笋和香菇 翻炒到断生 就来调味 放上盐 白糖 鸡精 太干了再加点清水 炒匀 把调料炒化 接着鸡肉回锅 鸡肉刚才炒到变色的时候 就已经是八成熟了 现在就不用炒到太长时间 翻炒一会 我们烹入一点陈醋 给它提提味 最后加入小葱结 再淋入少许的水淀粉 让食材裹上一层 薄薄的芡汁就可以了 鸡肉炒的时间太长了 它容易粘锅 还会容易发柴 所以要大火快炒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炒的鸡胸肉 不柴不硬 嫩似鱼肉 是一道非常下班的好菜 喜欢的朋友 就试着做一下吧 学的会 用得着的家常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